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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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点栏目 最后这三个区 包括西屯 刚好碰到疫情 本来今年上半年初就要举行了 可是碰到疫情 没有办法集会 像是大规模集会 所以一直耽误到现在为止 耽误到现在为止 我最近盘点 疫情已经慢慢的缓和 大家集会 慢慢看安全 所以今天 行动市政会议再度召开 再度召开 那第一站就在西屯区 那既然到西屯来 我们对西屯的各方面的公共事务 就要更加的关心 也要来做一些报告 另外呢 我们这个当地的包括我们的议员 包括我们的里长 或者重要负责人 应邀有来参加的呢 有什么重要意见 也可以待会在我们的临时提案 那个阶段里面发表意见 那因为这是台中市政府 最重要的决策会议 要因此我们前面的流程 前面的流程 我们会 前面的流程 我们会 就是按照原来的市政会议 它的一个规定来进行 那最后那个阶段会开放 给我们 本周参加市政会议 地方的这些负责人 来发言 不过大家不要担心 因为有人说 那时间太短 难得市长护起定 29个局处首长 你不用一个个去找 今天通通在这个地方 那很多人说 难得 那我有意见 时间讲太短 放心 我会留下来 跟大家共进午餐 因为我们有鉴于 前面几次发现说 临时提案 那个时间开放给当地的 民意代表来参加 并不太够 那也因此呢 我就那时候开始 我就我会留下来 跟大家一起吃午饭 然后接着在 本区里面再去走走一些行程 所以我们后面还会有时间 跟大家交换意见 以上是这是第一个报告 那第二个也跟大家报告 本周几个重大的事情 我们最近有几个指标 那跟大家报告 天下杂志调查 全台湾100 这个全台湾呢 最想移居的城市 最大 最大的 全台湾一共22个城市 包括六都 我们又荣获第一名 就是台中市 是台湾民众票选 那最喜欢移居的城市 这是第一个跟大家报告 我们今年会有一些 这个最近得到的一个名次 那另外呢 我们这个今年初以来 有个重大的政策 我看徐公所 也有在做宣布 就是双十公车上路 什么是双十公车呢 台中市十公里免费 但是呢 超过十公里 越贵越贵越贵 譬如说你要上离山 很可能一趟就六十块钱 来回就一百二 所以今年元月开始 我们实施一个重大政策 叫双十公车 第一个十 十公里免费 第二个十 超过十公里 最多十十块 所以换句话说 我们的民意代表 李长 李林长 那如果说有一些会议 可以到别的区去举行 或参访的话 那即使你坐到离山去 也只要十块钱 那也因此呢 这是我们台中市 今年很重要的几个政策 另外下个月开始 我们有个重大的政策 从今年开始 大降地价税 下个月开始 因为十月中开始 大家会收到 今年的地价税单 那因为地价税 在前三四年的时候呢 台中市大涨 百分之二十左右 那造成平均到二十 有的涨到 两三倍以上都有 那尤其西屯区 涨价幅度 是二十九区的第一名 所以当地的 本区的民众呢 有很多有意见 那所以我们上任以后 盘点资源 盘点预算 所以去年底通过 今年要开始调降地价税 怎么调法 调到跟三四年前 涨的钱一样 几乎一样 当初去平均转期 去二十趴 那但是我们也调二十趴 那你当初 如果是被调一倍以上的人 现在再降回 降回那一倍 所以十月中以后 那我们今年有个重大政策 就是调降地价税 这是六都可能是唯一 而且降的幅度是高达百分之二十 几乎降到原来 涨价起点 那这个因为对西屯区的影响也很大 另外我们几个重大政策 在西屯区也跟大家报告一下 我们西屯区呢 我们大力发展 所以呢 我们有几个东西 已经在我们上任的时候开工 一个呢 就是 一个就是水南经贸园区 就是那个国际会展中心 大台中国际会展中心 那我们要盖得像台北世贸一样 那未来我们的这个 国际的贸易商 可以到台湾来采购 台湾的民众 尤其台中的民众呢 也可以在这个地方展售我们的货品 那里面有很大国际级的会议中心 大小的会议场所 那让大家召开会议 或是没借各种生意 所以大台中国际会议中心 去年三月已经动工 已经动工 那这是 这个是我们花了58亿 台中市自由的 我们自己 自己的预算 单一投资 另外还有一个是 去年九月底开工 是什么呢 台中市是全国第二大城市 但是我们没有市立图书馆 没有这个市立美术馆 你看台南有美术馆 台北市有美术馆 高雄也有 我们台中市没有市立美术馆 没有像样的市立图书馆 所以我们做了双馆够够 叫做绿美图 把这个市立图书馆跟美术馆合在一起 也是在西图 也是在全台中市市立图书馆都在西图 已经在去年九月开工 我们当地也有很多的议员里长参加 那第三个呢 我们的巨蛋 巨蛋 在我的这几任内也会开工 三大场馆通通在西图 也会在西图 那另外呢 我们的捷运 等了十年的捷运 我们很重要任务 玩不了工的要完工 所以捷运如果旅刊顺利的话 我们会在年底完工通车 过去这两年就是在拼完工 那也有经过我们西图 另外大家所关心的中港路 西图区塞车的问题 我们要拓宽延伸市政路 市政路 那这个呢 现在在用地征收当中 还相当的顺利 所以市政路一定会延伸拓宽 那我们这个经费已经编列 那而且现在在进行征收当中 那以上呢 是几个大的政策 包括双十公车 包括我们的地价税调降 包括我们的绿美图 国际会展中心的开工 那捷运要完工 那另外将来巨弹 还要再开工 那市政路在征收当中 征收用地当中也要开工 几个关系 另外还有我们台 这个西图有个潮码 这个运动中心 国运中心 可是西图这个潮码的国运中心 是为了大人的 那如果小朋友去的话 它很多的课程 设施是不符合小朋友 所以我们首创了全台湾 第一个构想 就是儿童版国民运动中心 儿童版国民运动中心 那西图已经在建设当中 在西大敦公园里面 已经开工 所以未来西图不但有成人版的国民运动中心 我们也有全国首创的儿童国民运动中心 儿童版的 所以小朋友的设施 小朋友的教练 小朋友的这个课程 那已经在西大敦公园里面开工了 那所以以上是就西图区几个重大的政策 亲自跟大家报告 让大家有一个整合性的了解 那至于其他的气象 也许我们单位也可以再讨论 那我们现在先把这个 我们今天会议召开的目的 以及有关于西图重大的发展 来跟大家报告 接着我们就按照我们市政会议的流程来进行 谢谢大家 也先祝大家中秋佳节快乐 感谢大家 专案报告 第一个专题名称为台中市公车免费政策 请交通局业局长报告 市长 副市长 秘书长 副秘书长 区长 以及各位所长 各位里长 各位媒体朋友 大家早 那今天由 中局先针对 台中市的新公车 的这个优惠政策 跟大家做个报告 那这个部分呢 事实上 当然从去年开始 我们接受到很多方面的相关不同的声音 比如说 民意上面 也给我们在过去 可能从100年开始执行的8公里 到后来104年执行的这个 10公里的相关的这些补贴政策 也开始有不同的这些意见 或是相关的想法 所以民意上面也希望 我们也透过很多这些网路平台 来探寻说 民众大概希望 下一个阶段 台中市面对捷运要开通了 那大概我们的公车政策 可以怎么样做调整 那另外是 过去在一年的时间 我们在议会 有很多议员的指导 就是说台中市这些相关 过去的免费公车政策 也应该有一些 与日俱进的相关的这些调整 那事实上我们也考量到 整个市府在 过去投入大量的资源 在这些公车大众运输上面 那怎么样因应捷运的通车的实验点 我们做个更全面性的相关的这些配套 然后调整 那也能保障我们相关市民的需要 以及后续的这些大众运输的长久发展 所以我们会在110年的1月1号开始提出 乘车优惠市民优先的新政策 那目前在整个台中市 事实上大概仅是台北市新北市 我们拥有相对非常多的这些公车路线 237条路线 那事实上营业者大概是全台湾最多啦 总共有18家的科运业者在台中 那基本上一天在台中市大大小小 要开超过9400个班次 那有时候高峰的时候还会到9600 9700 所以每天近1万个班次的公车 在台中市的各个大街小巷走 那每天大概平均都要搭载 30万个人次以上的这个市民 往返他的这个可能就学工作旅游等等 那过去再从100年的这个7月开始 我们开始胡市长的时代 开始这个 落实所谓的8公里免费的政策 补贴政策 那当然开始的时候 运量逐步的一直攀高 那当然到104年 换成10公里的免费政策之后 事实上整个运量上面 已经开始慢慢的趋缓 那趋缓有几个可能性 就是台中市的基础的搭公车的 这个市民族群 大概慢慢的趋近饱和 那有可能是我们的公车相关的服务 或是大众运输入网还没那么完整 所以也是为什么从去年开始 交通局针对整个大台中地区的大众运输的 入网相关这些服务怎么去做提升 能够让我们这个运量还能够逐年有机会的往上增长 那我想这是过去我们在这个政策的讨论的时候 大家一直在集中 怎么让台中市的这个大众运输可以更好 所以从去年开始 事实上我们落实的相关这些基础的这些设施 成都到今年的1月25号 我们再提出一个新的所谓的双十公车 那针对某些的长距离路线 我们希望能够照顾到这些可能移动比较远的这些民众 那事实上经济的负担不要那么大 所以108年从去年开始 事实上交通局陆续的把很多的这些公车的基础东西进行盘点 比如说过去大家比较过病的就是常常会漏班 会脱班等等问题我们透过系统化来进行处理 那事实上这一块也在目前的台中市的这个公车 基本上的准点性 脱漏班的情况已经大幅改善 民众的陈情的这个问题也会大幅减少 第二个是过去我们事实上有所谓的优良驾驶 那在去年时候我们重新恢复了 因为过去有四年时间没有举行 那我们希望透过这些驾驶的种子教师 逐步的慢慢的扩散 我们希望在台中市 1500多位的驾驶 每一位都是优良驾驶 每一位都是优良驾驶 基本上他就会提供每一个汤次 都是优良驾驶的高品质服务的公车 所以这个部分也是去年我们重新再恢复 我们希望能够让司机有这个学习对象 良性竞争 那今年也是我们再恢复之后的第二次 那下面呢 教育局办理了相关车辆安全设备的减合 相关这些标准流程等等 然后甚至到了这些无障碍公车服务环境 电动公车的发展 后车环境的改善 我想这些比较是可能是隐性的 民众不见得马上能感觉到 不过这是一个公车势必要迈向下一个阶段要做的事 今年度成为在1月25号推出了所谓的双十公车的政策 我们希望照顾的不只是班次很密集的这些比较人口密集区 我们也希望针对很多长距离移动的民众 他可能相关每天要承受这些经济压力 能够给予一些适度性的这个支持 所以双十公车1月25号上线 另外今年也针对很多大众运输到不了的末端 交通局另外再开辟了六条小黄公车路线 去服务到这些公车到不了的地方 但还是有一些公共运输需求 所以109年双十公车小黄公车市民好行 是我们今年希望能够慢慢的把基础打好 慢慢的公车路往开始做调整 明年度我们希望提出一个新的政策 叫乘车优惠市民优先 那基本上在过去这些双十公车的推动 这个快速跟大家报告一下 当然照顾到我们长距离的民众 那1月25号上线之后 其实像上个半年虽然疫情 可是我们看到有很多长途路线 比如到东市啊 谷关啊 大雪山 里山等等这些路线 其实在疫情期间 其他路线酝酿在下降的时候 这些路线反而逆势在上升 但有几个可能性 因为那个区块基本上可能大家比较不担心疫情的问题 这是一个 第二个是因为这样子的优惠政策 更诱使了多数的人愿意往比较远的地方去移动 那事实上搭公车他就不开车 事实上对我们的相关的空气污染等等交通塞车问题 也会得到适度的改善 那基本上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目前在推动的 那接下来呢我们就遇到一个问题是 当然台中市推动这么多年的这些优惠公车政策 其实每年大概已经有1.3亿人次在搭我们的公车 这么大量的这些搭乘人口 可是又遇到这个成长已经开始趋缓 那怎么办 另外是政府其实投入每年的经费也越来越庞大 第三个我们透过相关这些 不管在这个公共网路政策上面的一些讯息回馈 或是在议会上面多数的这些民意代表给我们这些指导 所以怎么样子能够在有效资源上面 去做适度性的这些政策为调 然后面对我们下一个阶段 在公共运输上面的发展可以更加的永续 然后盘点这些相关的这些服务设施可以做得更好 那修会是我们这一次所提出来的叫做乘车优惠市民优先 明年度1月1号上线的这个政策方向 所以针对这个部分基本上优惠的对象 优性的对象是什么 第一个涉及在本市的市民 所以基本上本市市民基本上也都不受影响 双十政策还是继续使用还是很便利 第二个我们也考虑到很多台中市 因为有17所大专院校 甚至有些高中职的学生都来自于外地 那这些外地的学生每天还是有搭乘需要 怎么保障这些学生 可能不是涉及在台中市的这些需求 所以第二个族群 这些非涉及台中市 但是是在台中市就读的学生 也会纳到这些相关的 这个所谓的双十的这些公车的优惠的补助对象 第三个就是涉及到本市的这些新住民的配偶等等 那我想这个部分基本上是我们大概目前盘点出来的优惠对象 那透过乘车优惠市民优惠政策 我们可以让我们的这个市府的资源 可以更加的有效去做利用 那甚至某部分在回馈到我们未来这些新的公车路线 或是甚至某一些的末端 这些公车到不了地方的某部分的服务扩增 那当然这件事情要怎么做呢 就会遇到可能我们必须要请民众 怎么把市民跟未来搭车这件事情要勾集在一起 所以市民就可能要做一个简单的绑卡动作 所以市民可以随便拿一张自己惯用的电子票证卡 不论是悠悠卡 不论是一卡通 不论是爱情卡 平常你已经在使用的 你就拿那个搭车的那张卡来进行绑卡之后 确认之后后来你搭车 就会受惠在这些相关的优惠政策下 那所以基本上市民呢 都还是维持双十的公车优惠 那我们针对台中市有发行近老爱心卡 那我们也会透过近老爱心卡 它后端已经有登录相关这些身份别 我们会把近老爱心卡资料 在跟我们这个免费公车或是公车优惠的这些政策 相关的车机去做勾机 所以这些长者们 事实上他持他的近老爱心卡 他去搭公车也会一样享受相关的双十优惠 那非市民的部分基本上就会回复到这个相关的里程计费 那他会有全票半价的计价 那就看他的身份别 那第二个 但是我们鼓励没有符合这些优惠的族群 其实他拿着电子票证来台中市搭公车 本来就会有所谓这些相关拿电子票证搭公车的适度优惠 所以事实上这个部分更可以让他们去做其他的整合 比如未来有捷运 台铁会推出其他不同的这些票价方案 那事实上这些可能是来观光休闲的民众 事实上他可以做不同的这些票价搭配组合 那申请资格基本上涉及本市六岁以上市民 为什么是六岁 因为六岁以下基本上在法规规范 搭任何大众运输工具都是免费的 所以只要六岁以上的市民提出申请就可以 那另外是没有涉及在本市 站在本市就读的学生 第三个是涉及本市的新住民配偶 所以刚才跟大家报告过 绑卡我们会让市民越简单越好 所以这个部分透过各位可能目前手上 搭公车便利商店买东西 常常会用这些相关的电子票证卡 是悠悠卡是一卡通是爱金卡都可以 那概念上面就是我们后来 这个也感谢资讯中心跟我们一起合作 在后端一样我们会有一个网路平台 民众可以在自己在线上先填列自己的资料 然后接下去他可能只要到某一个窗口 去进行绑卡动作就可以完成了 所以我们希望把这个流程越简单越好 那也避免民众事实上在操作上遇到困难 所以整个相关这些流程的部分 后续我们会针对房卡的地点 去进行相关的说明跟教育训练 那我们协助的相关这些公务机关 可以方便能够来提供市民这样的服务 概念上面第一个我们要降低 未来操作这个政策上面民众的不便性 所以针对所有台中市的高中值以下的学校 我们会进行全面的巡回 学生不用自己去绑 我们公务单位的同仁会进到学校 然后帮所有学生处理完这件事情 我们会跟教育局跟各个学校合作 所以学生就会很方便 第二个可能针对非学生的部分 我们就开始规划 比如说区工所 雇证事务所 捷运 厂站 图书馆等等 它可能都是未来我们另外一个绑卡点 所以这个部分我们会在下个月开始启动 到各个区块去跟这些相关的公务机关 进行相关的说明跟适度的教育训练 因为绑卡它有个程序 那事实上刚才跟大家报告过 市民都可以透过网路上先填列自己的资料 然后拿着你的证件跟你的卡片 到了这个限地证件出示看一下绑卡完 就马上结束 所以它的速度性我们希望是越简单越好 也降低民众在申办上的不便 所以整个政策的筹备 其实跟大家跟大家报告 从去年开始 我们针对整个未来的这些公车的 乘车优惠的政策 从去年开始就一直在做内部的讨论 那当然整个筹备 甚至涉及到我们今天非常多的机关的协助 研考会 资讯中心 教育局 社会局等等 横向性的甚至到民政局 区工所 这些相关的系统文化局 图书馆 我们都开过数次的会议 怎么让这个政策 如果要在明年1月号上线前 相关这些配套等等的 相关整合 横向整合怎么处理 所以这倒是4月到9月 事实上在府内在讨论 那确认之后 下个月开始我们就会再做政策宣导 以及到各个区块去做说明 因为这涉及到我们有很多的绑卡区域 那我们的公务同能怎么来协助 那民众怎么知道怎么样去做绑卡 怎么能处理这件事 然后后来就是我们有个校园绑卡 基本上12月份大量就是我们 透过12月份进到了校园巡回 一般民众可以到这个相关的绑卡点 进行所谓的绑卡动作 那以利明年1月1号 这个新的政策能够如实 或是顺利的上线 那我想这个部分 今天大概这个政策做了之后 原则上我们当然希望对我们现在大量 在搭乘的这个市民朋友 其他福利完全没有改变 福利完全没有改变 而且因为政府的资源的利用更有效 后面我们针对大众运输 入网的建构 就会更有资源能够再去做一些其他的事情 另外是我们当然也听到市民 听到这个民意代表各方的这些意见 那针对这个捷运即将通车 怎么透过这些公车的优惠政策 未来跟捷运来做搭配 那适度性的我们也在同步滚动检讨 相关这些公车福利政策 第三个捷运新纪元 台中市当然从今年年底 捷运已经走到最后一步 进到了旅刊阶段 那我们也会努力的在今年年底前 让捷运能够有机会能顺利的通车 通车之后面对的不只是捷运 只是一条线喔 怎么样公车可以跟他搭配 台铁铁路高架化 公车怎么跟他搭配 相关未来对于台中市 自己境内的市民之外 这些来台中市玩的 像刚才说明到台中市是全台湾民众想要移居的城市 那我们就希望他不是只有一条捷运 不是只有一条轨道 他事实上是有上百条公共运输的路线 那事实上民众进到这个区域 可以透过不同的运输路线去做串接 满足到大家的移动需求 那怎么样子能够透过这些移动方式 民众方便 然后经济 所以这个部分存如市民有这些相关优惠之外 捷运公司也在订定捷运的相关的票价 乘车等等套票的方式 我想这个部分我们都会在未来的时间 把可能潜在 未来可以针对市民也好 游客也好 来台中市旅游这些民众 我们可以逐步的推出 不同的相关这些乘车的方案 那民众就可以试自己的使用需求 去折衣购买 那我们也当然希望 透过大众运输路红的完整化 效率的提升 品质的提升 把台中打造一个更低碳且更宜居的这个居住环境 那以上报告 谢谢叶局长 第二个专题名称为西屯区公所区务简报 启行屯区城区长报告 各位义座的代表 那市长副市长 各位市政府的长官 那各位里长 各位媒体先进 接下来由我来做西屯区的简报 因为这边我必须要在八分钟之内 做完所有西屯区的这个简报 那因为市长是个开工市长 那市政府是一个坚强的团队 所以其实在这方面 西屯的建设非常非常多 那我尽量把它浓缩 这份简报会分成六个面向来说明 那富士台中新好西屯 这是一个城乡共好的一个区域 那在西屯区目前有39个里 1060 那人口数已经突破23万人 那法子溪纵贯西屯 将西屯分成卡当跟卡塞 那高铁国道一号跟台74线 就沿着法子溪 那这是一个非常交通便利的一个区域 人口数的统计在去年9月 就已经突破23万人 逐年攀升 人口结构的部分 大家看一下 64岁以下的人口就占了88.7% 这是一个非常年轻有活力的一个区域 万象西屯 悠游乐活魅力无限 那第一张图的那个是法子溪 那公所这边规划了四条轻旅行的路线 那在这之前 我们也曾经行文给全国各个县市 那积极行销 好吃好玩好买 尽在西屯 那这西屯的首绘的一个观光地图 那在健康休闲之旅的部分 我们规划是朝马国民运动中心 日翔升级原地 张家祖庙 台中都会公园 那在亲子共有的路线的部分 我们规划的是法子溪自行车道 莲子溪桥 那东海大学 那在创意时尚之旅 我们规划的是鸟屋书店 台中国家各剧院 星光圆柏商圈 老虎城 那跟秋红谷 那在知性怀旧之旅部分 我们规划的是小来公园 西屯老街 八角古仓 烈美堂 张廖家庙 逢奖商圈 这是一个美丽的西屯 那在群立创新这个单元 这个部分 这张开箱文是我们去年 去年拍摄 各客室的主管 大家一起拍摄的 那西屯这边守望相助队有20队友 那人数超过800多人 这是西屯的社福地图 上面标示有关怀据点 长青学院 食物银行跟社区发展学院 那在西屯每一个里 它都有爱宁守护志工队 所以目前有39队 那我们有一个公托 在大鹏国小这边 那西屯每三年一次的 一个宗教盛事 就是老二妈省亲绕境的活动 在明年农历三月的时候 就会举办 这是社区营造的一个成果发表 跟大家分享 那长青学院的一个成果发表 这是季节限定广扶花海 感谢农业集提供花的种子 每一年举办的时候 都吸引数十万人来参观 那另外这个是我们的彩绘灯笼隧道 这个西屯各个学校的学生 跟家长老师一起来彩绘的 那在西屯这边 我们首创调解业务资讯系统 这样的一套系统 透过法治局 那后来推广到全台中市各个区 那西屯的调解业务 连续三年也是全国第一 那在这边我们关怀长辈的部分 每年总访式的次数是超过六百人次 那另外西屯有全国首创 而且目前仍旧是全国唯一的 倒排孔盖亲疏防灾义工队 这边很多里长应该都知道 我们志工队目前有32队 帮忙清淤水工防止水灾 那另外在去年 我们的同仁自导自演 零成本制作的防信机具的一个教学 广泛运用到我们的社区 作为防灾应变的一个宣导使用 那这边感谢农业局的赞助 每年举办千人插花活动 39个里全部都参与 那全面使用台中在地的花财 那鼓励我们台中的花龙 那当然在西屯这边历年的荣誉也很多 那这边我们就先跳过去 那另外再讲到清税惠民 刚刚市长事作也有报告过 在105年因为公告地价的一个调涨 那我们在台中市这边 真的调涨了38.25% 是6都涨最多的 那这是一个新闻报导 所以说各界的陈情也不断 因为增加民众很多的负担 那这边大家也看得出来 西屯区公告地价调涨是达到101% 那虽然在107年的时候 有调降到调降了6.36% 可是民众还是觉得负担真的是很沉重 那这109年的一个六都公告地价的一个调整的成果 大家看得出来台中市是最低的 我们公告地价下跌 我们调整减了20% 平均是20.06% 这样的话大家的地价税 佼佼也会相对的减少 那所以这张图看得出来 尤其在西屯区刚刚市作也有报告过 就109年那在西屯区 大家看得出来 西屯区我们会调降平均是32.26% 那这样的一个调降 那在整个台中市平均每户可以调降2500元 那在西屯区大家也知道一定是不止2500元 那我想这个落实我们燕子市长的清税减证 那兑现他的那个承诺 那透过这样的一个调降地下税 也带动人口的成长跟商业的一个发展 那在亮点建设的部分 当然也包括台中的绿美图 这是全国最大图书美术双管公购 那当然国际会展中心 刚刚市作也都报告过了 那中台湾电影中心 那以及这个已经通车使用的 柯南爱琴桥串联中科跟水南 那国安段的一个社会住宅 那也提供社会弱势跟学生族群来使用 会来错断的社会住宅 照顾我们的青年跟劳工 那另外这个是惠中路的拓宽 那他就是打通西屯路 横越青海路的一个瓶颈 那吴华路拓宽的这个工程 让我们的逢甲商圈更加的活络 那这个水利局长有特别提醒我 一定要帮他报告的 东大溪水环境的一个改善工程 那还有惠来溪跟朝阳溪水环境的一个改善工程 那很多我们周边的里长一定都有感受到 那另外美乐地的计划 打造友善共荣的一个公园 这很多里长来参与 因为在西屯总共就打坐了12兆的公园 这比例非常非常的高 真的是幸福宜居在西屯 那西屯一号桥的一个建制 那解决人车争道的一个问题 那另外西安街的一个打通 这种逢甲商圈到水南园区 只要缩短到两分钟 这个真的很惊人 那另外卢市长上任之后 积极推动道路烫平的一个工程 那总烫平的长度超过20万公尺 相当于超过台北到台中的一个距离 那在西屯这边的话 我们总共烫平改善的工程 超过3万多公尺 3万多公尺 那在公园立地这个部分 那西屯区公所这边 我们代管的就有83座 那再加上建设局尾管的有16座 总面积超过50万平方公尺 相当于68座的足球场 大家应该觉得西屯很幸福 那接下来 我们跳过去 在市长的带领之下 那我们所有里长共同打拼之下 那西屯区各里的基层建设也非常多 这边我就先跳过去 在未来展望的部分 那当然包括刚刚市长所说的 市政路的延伸 能够疏解台湾大道五全西路 到分流到工业区的一个交通用舍 那另外争取中央前瞻的经费 来烫平福亚路第二期的一个计划 那另外这边 我们要新建节能检探馆 跟西屯区儿童运动中心 那还有希望能够达到 实现一里一据点的一个目标 那另外就是在公托的部分 能够增设两处在河安里跟蓬城里 那市长上任之后 当然也积极推动长期学院倍增 今年有47班 今年一整年的 跟之前相较的话 我们成长幅度超过 就是达到47% 那目前学院人数已经超过1000人 那我想在各级民意代表的监督之下 那卢市长的礼堂之下 那以及我们各级 我们所有我们局处首长 大家共同来协助 还有包括西屯区 我们39个里长 大家共同努力 同舟共继 我们一起缔造富士台中 新好西屯 那这边简报结束 恭请才是 谢谢 谢谢陈区长 专案报告结束 请市长 副市长 秘书长 及副秘书长们 一架至前方座位就座 我们今天各位与会人员 对于第一个专案报告 我再跟大家补充一下 为什么今年我们公车政策 要调整 第一个在我们上任之前 那我们台中市公车 是10公里免费 10公里免费 可是这个10公里免费 是全世界适用 换句话 台中市民10公里免费 对不对 超过10公里 越多越多费 是不是 但是全世界不是跟台湾 来台中 也一样 我们坐10公里免费 外国人 其他关系来 也都10公里免费 跟我们一样 那大家不要以为 10公里免费 这个东西我们要补贴 这些业者 因为不是费费 便宜 是我们市政府要补费 这个费费 也因此 市议会一直在讲 一样花这么多运算 你去贴补外国人 贴补外现市 为什么不拿来 把这样的一个优惠政策 放在市民身上 所以我们才调整 从明年1月份开始 外省市 外国人 对不起 这部分我们要取消 要取消 然后呢 把钱挪在哪里 给市民 限定市民 是什么意思呢 市民有第二个时 超过10公里 只要10块钱 这样对不对 要知道意思吗 所以一样那笔预算 我们把补贴给外国人 补贴给外县市的钱 挪做 把它调整做 只要是台中市民 那是台中市民 那你超过10公里 10公里面几 超过10公里 最多只收10块钱 所以叫做乘车优惠 市民优先 几乎是限定市民 但是有两种人 我们给他例外 第一个是年轻人 因为有很 我们台中市境内有17所 大专业校 也有一些知名的高中 有些外地的孩子们 都是大部分 是台湾人 来我们这儿 那年轻人经济弱势 我们也要帮助年轻人 所以除了市民优惠 市民优先 限定市民 双十公车以外呢 我们对于七年学子 也视同市民 第二种 例外是什么 我们的这个市民的配偶 新著名配偶 那因为他们在等待身份的期间 因为他们要取得中华民国的身份 他们需要 几年 所以这段时间呢 我们也给他 就是给他 那是我们的家人 我们也给他这个优惠 所以今年开始实施的 这个双十公车呢 明年开始 我们就会把预算都挪在 尽量挪在市民身上 所以只有市民 可以享受到双十公车 就是做 不管你今天要做 那个做多远 你做到雾峰 做到和平 那西屯要做到清水 随便你要去到 要去清水吃米沟 要去看高美湿地 你要去雾峰林家花园 或者你要去 市民超过十公车 都十块钱 几乎是一个免费 这是很便宜的 十块年 那所以呢 那但是为了区别市民与否 那大家 必须来做一个卡片的认定 大家一次认定 终身试用 那怎么认定呢 你手边有 我们是开放式的 你只要手边有卡 现在开始 从下个月开始 你只要手边有卡 不管是一卡通 又有卡 什么卡 只要是任何交通卡 你就只要到区公所来 把它就是认定卡 这样就可以了 那六岁以下 本来就不要钱 所以六岁以下 也没有卡的问题 那大人 你可以用你现在手边任何的卡 交通卡来认定就行了 可是有一种人 他是没有卡的 哪种情形 最多的 大概就是小学生 六到十二岁的小朋友 他没有卡 一般六到十二岁的小朋友 几乎没有卡 那这种小朋友 市政府 每个小朋友 要送他一张卡 那为什么要送他 因为他的卡是半价卡 小朋友是半价卡 所以这张卡 跟成人的卡不一样 是半价卡 那我们会送他一张卡 这个在学校里面 就会帮他认定 发给他 然后到他十二岁的时候 我们这张卡 他自动会转换 这张卡会有魔术 六到十二岁 就小学阶段 我们到学校去帮他 给送他一张卡 那送他一张卡 现在六到十二岁 他是做半价 到了十二岁以后 到了十二岁以后 他自动会 他不用再认定卡了 自动就会升级成全人 成人卡 升级成人卡 那所以也是一样 所以六到 这个小学阶段这部分 那因为在学 主要的公车组 绝大部分 有一部分是学生 很大一部分 那所以为了避免 大家认定卡 那太过拥挤 让一般的市民 比较舒适可以 所以最大的公车族群 是学校 我们就是会到学校去 帮他们认定卡 到学校去 那这样的话 就会减少市民 他认定卡的一个 拥塞的情形 那在这个小朋友 认定卡就在 就在各个学校里面 来进行 那以上是跟大家报告 我们为什么要提出 这个市民优先 根据议会的建议 那我们就是把 要优待给外国人 外县市的 把这样的运算调整为 双十公车政策 让台中市民 最多坐公车 一趟只要花十块钱 把经费挪到这 不然的话 如果要去 好平十块 要去乘水三四十块 那我们跟外国人 跟台湾 跟其他县市 没什么两样 所以这项政策 叫双十公车 乘车优惠 市民优先的原因在这里 以上是秀燕亲自 跟大家做个 这项重大政策的制定 以及预算调整的情形 谢谢大家 谢谢 讨论提案 第一案 提案机关教育局 案由 简称财团法人 台中市发展体育教育基金会 107年度决算书 一份尽情审议 请教育局说明 市长各位长官 还有各位与会的嘉宾 交易局报告 本案主要是根据 决算法的相关规定 必须要经过市政会议审议 然后提送我们的议会 进一步来审议 那么主要是因为 它的这个关股 超过百分之五十 那么以上 作为这样的补充 谢谢 请问大家对于这项 这个决算书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话 本案通过以后 送台中市议会审议 电付案 案号 电金01 提案机关 经发局 案由 科技部中部科学园区管理局 同意权预 同意全额补助本市一百零九年度台中市西屯区地方建设补助案 新台币两百二十五万元整 你请同意办理先行电付 尽情审议 请经发局说明 经发局报告 科技部中科管理局因为污水方流管沿着我们台中市的法子西经过西屯到大渡西来排放 原补助 两百二十五万元整 是全额补助 来做理议建设 提醒审议 以上报告 请问大家对于经发局这个案子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本案通过后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法规案第二案 提案机关交通局 案由 简城台中捷运股份有限公司 一百一十年度事业计划草案一份 尽情审议 请交通局说明 交通局报告 依据公营大众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的设置管理条例的规定 以及我们台中市自己订定的台中捷运股份有限公司组织自治条例的规定 公司的这营运方针事业计划预算决算等 都必须要报市府核定 再送台中市议会审议通过后才可以进行之 所以这次提出相关这个一百一十年的事业计划 那提醒审议通过后我们再送到市议会来审议 以上报告 请问大家对于这份终结的一百一十年度失业计划书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本案经过审议通过之后 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电付案 案号 电交01 提案机关交通局 案由交通部一百零九年度全额补助本局办理 一百零九年度台中市通用计程车申请补助营运计划 两百八十四万五千元整 你请同意办理先行电付进行审议 请交通局说明 交通局报告 这部分是交通部针对通用计程车 就是五张号号计程车的部分进行补助 那一百零九年我们申请了五辆 因为一百零八年的时候 那时候我们申请了三十辆 所以从台中市会从过去 在市场上任前的三十七辆 那之后到去年到今年 我们已经陆续申请了另外的三十五辆的通用计程车 那这部分今年度的五辆 交通部总共是全额补助 两百八十四万五千元整 那因为未及纳入一百零九年预算 那你请先行电付 以上报告 请问大家对于这个预算案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本案通过以后 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案号电交零二提案机关交通局 案由交通部公路总局 一百零九年度补助本局 公路公共运输多元推升计划 申请计划第四次 其中中央补助款一百二十万元比例百分之五十五 本府配合款一百万元比例百分之四十五 以编列一百零九年度预算 合计两百二十万元整 前述中央补助款一百二十万元 你请同意办理先行电付 进行审议请交通局说明 交通局报告 这个案子主要是中央针对我们台中市 因为我们办理相关的这个市区客运的 营运及服务评件案 那原则上它每年都会补助我们一定比例 那今年一百零九年部分是补助了 中央补助一百二十万 那我们本府配合款一百万 已经编列在一百零九年预算内 所以中央补助的部分百二十万 因为还没有纳入到本府预算 那您请先行电付 以上报告 请问大家对于这个预算案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本案通过以后 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案号电农01提案机关农业局 案由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动植物防疫检疫局 补助本局执行番茄浅悬而紧急防疫措施 增列一百零九年度 强化植物有害生物防范措施计划补助经费 中央补助款增列十四万三千元 比例百分之一百 您请同意办理新型电付 尽情审议 请农业局说明 农业局报告 今年三四月间在新社区 有发现有零点奥公顷的温室番茄 他有罹患番茄浅悬船额 因为这个是新的外来的一个虫害 所以我们紧急向东竹防疫检疫局 申请相关的房子建费 包括采购相关房子资财 还有临时雇工跟自用相关机器去处理 目前都已经处理妥善 那相关建费十四万三千元前楼由中央补助 您请同意先请办理电付 以上报告 请问大家对于农业局的这项预算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的话 本案通过或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案号电文01平安机关文化局 案由文化部文化资产局 109年度补助本局办理 临森路七十五号日式宿舍紧急抢救保护棚架工程 其中中央补助款七十五万元比例百分之五十 本府配合款七十五万元比例百分之五十 以编列109年度预算 合计一百五十万元整 前述中央补助款七十五万元 您请同意办理先行电付 进行审议 请文化局说明 文化局报告 这件案子西区的临森路七十五号日式宿舍 是历史建筑 那因为我们目前文资局所中央文化部补助 每一年修缮的这些古迹跟历史建筑的 这个案件数跟兼费都不太多 所以我们先争取啊 希望能够把它做一个紧急评价 以免它因为它是日式的这个宿舍 希望它这个这个毁坏的程度啊 能够得到一些比较安全的一个保护 那这个案子中央补助七十五万 那另外地方的配偶款七十五万 我们会从一百零九年度的预算里面去调整来支应 那以上报告完毕 请问大家对于文化局这项预算有没有意见 如果没有意见本案通过以后 送请台中市议会审议 临时动议 各位好朋友 临时动议 那现在有一份是 这个 有一份是惠来礼办公室所提的临时动议 我是不是请工作人员宣读一下 第一案提案机关 提案单位 惠来礼办公处 案由 据惠来礼明反映 惠来路二段 市政北七路往台湾大道三段之间方向 游记乘车招呼站六格 影响交通顺畅 假日及下班时间导致车辆回堵 让车辆必须改变车道造成危险 请台中市政府交通局办理改善 说明 前开路段为交通要道 不适合设立计程车招呼站 请改设置适合地点 以上 好 今天这个书面就这份是不是 区长 是 来 我们在场的各位与会同仁 那现在是我们的这个临时提案期间 那接着是临时动议 那我想把它合并举行 那除了我们这个临时提案 有惠来礼这份书面的这个提案 刚才已经宣读以外 那待会因为今天29个局处首长 我都请他们亲自列席 那么也因此呢 有些问题也许就是现场可以答复或是处理 如果不行的话 那待会回去研究再跟大家回报 那所以接下来是临时动议 那如果说大家没有提书面的话 那没有关系 如果你现在想发言的话 也可以举手发言 那我们等大家全部发言完之后呢 那我们会请各个局处首长 根据今天大家的发言的问题 来一一的这个答复 那没有办法现场答复的 那也要这个会后研究完以后 做说明 那所以不晓得 那当然如果说这个临时动议的时间 还不够用 不要紧 我两面会议 这个市政会议结束之后 我会留在现场 我会留 还可以大家一边 吃午饭 还可以一起继续讨论 然后下午我有几个行程 也在西屯区 也在西屯区 那如果说大家不嫌麻烦 也可以跟着我走 一边还可以再谈 所以我晓得 接下来临时动议 大家有没有要表示意见的 好 谢谢 那麻烦 因为我们这是正式的会议 所以麻烦抱你的这个头衔跟大名 让这个议事人员可以记录 谢谢 我们新来的卢市长 还有两位副市长 各局势组长 区长 我们事务的长官 里长同仁 大家早安 大家好 辽宁新里长 我是上十里辽宁新里长 第一次报告 我是要建议我们局促就是之前在胡志强的年代就已经把上十里的污水下水道从荷兰路已经做了一半了 四隔已经十几年了 上十里的另外一半的污水下水道就是从荷兰路到智山路这个区域已经十多年了 把一里化成两里结果有一半的里已经把污水下水道做好了已经非常的完美 但是还有一半已经十几年到现在都没有消息了我每次几乎有机会我都会建议都是说在规划中在规划中但是现在已经四隔了又两任的市长现在 拜托卢署长能够尽快帮我们来规划不要让里办公处这样子会制造到很大的困扰拜托谢谢 好谢谢 那要联系里长的案子那我们待会就是一并答复 接下来还有哪一位 好谢谢来麻烦 丰镇里长 跪向 是后面 对跪向里长 好谢谢 来大家戴口罩麻烦 报一下名字 报一下这个头 市长还有我们在座的各位长官以及我们这些里长 我要报告的也是跟那个污水水利局有关系 就是我们的那个污水都已经建置完成这是我们的市长的德政 但是大楼的接管并不普遍 那我是希望说我们既然已经把它建置完成了 但是大楼不接管也没有用 等于也是排在测锅 所以我是希望说我们市长是不是可以强制大楼去接管 我觉得已经全部都接管我们的台中市政府那个都已经建构完成但是大楼没有接管等于也是一样都是排在测锅里所以我希望我们的市长能够去把它整个大楼全部接管因为大楼的人口数蛮多的谢谢 好 谢谢贵湘里长 好 接下来 好 请安里长是不是 OK 好 谢谢 没关系都会发言到 好 接下来是那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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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清凉里长 市长 市长 区长以及会的长官还有里长同仁大家早安或是何彦里彭琴安里长第一次发言 我要讲的部分也是污水下水道的部分 那本里呢成都路的部分呢曾经三次至四次 我不知道水利局当局了不了解 就是造成严重的回堵 造成一些会物都跑到这个住家里面 造成苦不堪言 我不知道我们水利局长官知道吗 这是第一个问题 第二个问题 我们本里尽老爱心卡 我们本里有发生这个事情 我们的长辈来跳脚 刚刚听到简报中谈到说享有双十公车优惠 那请问一下已经开始执行了吗 那什么时候开始执行 那如果说还没有开始执行的话 我们这些长辈要做什么动作 才能够完成就是享有他的优惠 以上谢谢 好单会一并答复 接下来是我们的秋清凉秋里长 谢谢 市长 各位长官 各位委会代表 市长我是阿良 你知道 第一给你感谢 真的给你感谢 我要给你最努力的人都不先说 他等着这个说 我要给你感谢 第一就是说你的团队 是正严格我们七公所屋的区顶团队 在我们的地方目前的建设 不管是丹子 最高是讓我可以說很溫暖 這就是第一點給你感謝 第二點就是你所推動的都市更新案 在我們西頓區目前有兩例 但是台平里集中一例 這也是要給你感謝 這很不簡單 第二就是我們 你們最大的推動的公託 這給我感同順受 其實我二十年前 我就去證出一個內政部的統籍的大棚的託 林家龍市長上論的時候 把我聽到 說我的違法 我說違法叫他來幫我告 結果他沒有幫我告 結果呢 已經推動10年就對了 所以你現在推動這個公託 讓我感到說 兩個市長 兩個地匯啦 你只要說對一個比較好 對一個比較壞就對了 再來就是要說 你剛才說的那件就對了 真的感謝市長十幾年前 在早上論議員政選總部成立的時候 真的給我爭分就對了 雖然沒成功啦 但是我現在再認識一下 那個說叫做千輩啦 說我如果不說 我說我是小鼓啦 大家帶動七分一下 一個 再給市長感謝啦 最後一點就是祝國市長 希望我們的團隊 大家更健康的 可以連勤成功啦 謝謝感謝市長 好大家順利啦 謝謝 接下來還有沒有哪一位 是好 來我們那個中議里長 謝謝 市長 各位長官 區長 各位里長同仁 大家早安 那我是剛會的里長楊宗毅 那非常感謝我們市長的邀請 讓我們西屯區的里長 有機會參加這個市政會議 那台中大躍進 在我們盧市長就任後 各項的重大建設 都按部就班的推動 那台中成為國際城市的架構 已逐漸成型 也成為人民旅遊所選的地方 那非常感謝市府團隊的用心 與努力 那保雲區長在就任後 全聯無休 為我們西屯區的民眾來服務 盡心盡力十分的辛苦 那也提供了各項資源 輔導我們各辦公室成立 環保志工隊 長青學院各種班別 那守望相助隊等區里社團 政府的資源有限 名利無窮 那區公所與各地辦公室緊密的結合 讓我們西屯區充滿活力 欣欣向榮 那我必須為區公所的各科市 按一個讚 感謝大家的付出 那一個偉大的城市 需要有一位 銳利眼光的都市規劃師 那中央公園 中科路的貫通 綠美圖及水蘭會展中心的 等政大建設 已經入境的在完工了 新建 也讓西屯區成為大台中市的心 的心臟 閃爍著耀眼的光芒 這是西屯之福也非常感謝 那 那當然中央必須給市府 市政府中心一個建議 知己知彼才能百戰百勝 當然我們也要知道自己的缺點 最後我建議我們市府必須正視台中市的門面 那中心交流到環中路旁的那個路口意向 這個中置已經在路旁暗淡了十幾年了 那上一任市長花了不少錢的來改造 還是無法讓他重生 中央覺得必須補底抽薪 徹底的改善喔 那重新設計 彰顯台中市封部的人文藝術 務必徹底解決旅客的負面觀感 那讓來到台中市的每一個人能留下美好的印象 那我相信把門面打理好 市府團隊一定能在台中市的發展歷史上流民 再次感謝大家 謝謝 好 謝謝中央里長 接下來 好 來那個 對不起 我看一下 清林里長 你台東有書面 來 沒關係 接下來就是我們那個 那個 接下來鎮里長 來 我們先 對 先廖青里長 再鎮里長 然後再那個 晚清里長好不好 然後接著再舉沒關係 我先把前面三位排定 好 謝謝 好 市長 各位貴賓 我補充一下 剛才我是提兩個案可能漏掉 市政北契路 由惠中路至惠宅路之間 中央分島有行人通行產生十一個缺口 就在星光園板方面那裡 請在會中 二階中央分割島打通設置行人專用道 以利行人通行 因為行人有需要 已經把創十一個中央分割島 創十一個缺口 這個已經都提議很久的案件 我今天才提到這個地方 另外再補充一點就是說 夏立地外圍人行道黑板樹浮根 造成凹凸不平 經常行人跌倒 很多靈敏跌倒本來生一塊塊 我都給他壓下來 請進樹移植 且黑板樹是飄得沒去 是有毒的物質 會影響這個人的會部 我希望說可以盡快的移植 因為跟市政公園 現在以前夏立地是最夯的 現在已經都到市政公園去了 我希望把旁邊的人行道的黑板樹移植掉 另外一點就是說 大家里長的共同的心聲 就是我們建設局景光 這個執事委員會在審議 我們黑板樹如果要在移植的時候 每次好像未反對又反對 我希望這個審議委員會 希望能夠加入我們里長 不然他們未反對又反對 任何事件浮根那麼嚴重的 會騷擾人 甚至一個人行道一米路 已經黑板樹造成人沒有辦法通行 他也是給他打回票 我希望說執事委員會 希望與我們里長的人員參與 謝謝 對 里長講這個有道理 因為為什麼 因為每次這個 互數人士對於移植都有很強烈意見 所以這個要好好協調 那接下來是文昌里長 謝謝 市長 我們副市長 是有各級的主管 我們市長同學 大家早安 大家好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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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一次發言 要告訴我 市長 正如今 對 整個事件建設 做得很好 大家都有看 本人有一個小建議 譬如說 我們現在學校的路窮 退縮地的路窮 現在歸公是說 交易局 但是 交易局說放學校 但是 學校有能力的人做這個工作嗎 應當是否 建設局 你說報告交易局 這個制度是不是 還回歸回到的建設局 應當安達到 你看 之前 鳳架樓 那裡的秋林秋 現在我以前 我看到 台中市的秋林秋 有這麼漂亮 是沒有了 現在已經發 發到 發到 鳳架樓已經遵用到 一三桌了 有人要加嗎 以前是都建設局在我們加 差不多兩年加一次 現在都沒有人要加 怎麼說 第一要加 第二要加 第一要加 第二要加 希望這個 市長 你會 重視這種 東西 因為 退縮地 這個東西 我們 之前在 有兩個學校 退縮地很大 手 很多 包括這個 青 我們下班 上班 上班 都沒有人要加 因為 都要建設局 保護這個 保護局 保護學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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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保護處理 希望 我們 這兩個單位 重視這個工作 感謝市長 財司 謝謝 好 很好的問題 因為我們就是開到地方來開市政會 所以就小到連這種事情 入宿 那如果是在校園的範圍內 到底是教育局管 還是建設局管 加後 所以這就是到地方來 單會都會答覆 好 接下來 晚清理長 謝謝 謝謝 謝謝市長 好市長 這個這麼辛苦 那各位長官 非常辛苦 謝謝 那我們陳區長 也是帶著我們 非常好 很有效率 謝謝 那我這邊 彭甲裡 有幾項 有三項 這個 要拜託我們市長 跟我們市府的長官 第一個 是福興公園的監視器 因為涉及公共安全 跟賭博 那也謝謝監視局 上個月一個月 整個月就是幾乎就是 幾天幾天 就每天來看那個 我們的公園的一個 公共安全跟賭博問題 可是 真的我覺得 根本清源 就是希望能夠申請監視器 因為 我已經申請了六年了 我們有1.8公頃 那裡面之前 有吸毒 然後買賣毒品的 然後還有一些流浪漢 然後 一些 因為我們接近圖書館 所以那個公安全 真的非常的 這個 要拜託我們市府關心 再來 我們彭甲裡的污水下水道 也是都還沒有處理 再來就是我們朝陽溪跟 惠蘭溪 感謝水利局跟建設局 都有在關心 可是因為我們朝陽溪 這部分是很接近商圈 那我有拜託建設局跟水利局 能不能協調 就是 在譬如說 入口意向 或者做一個整體規劃 讓整個 從西圖路上來的 那個 國外的人士 都可以有一個感覺 就是整體性連接到 封甲商圈裡面 不能說裡面很漂亮 裡面都有規劃 然後外面就醜醜的 好 就整體的一個規劃 我拜託 以上三項 這是 封甲裡 廖婉晴 在這裡拜託的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是 鳳真嗎 桂玉 接下來是 桂玉 桂玉里長 是不是 好 何成田桂玉里長 我 我不知 那個時間的關係 我們感謝我們市長 區長 多數團隊這麼認真 他們里長同仁 我有一個建議 我們感謝 市府團隊 我們大龍東西街的路市 每年都有修 非常感謝我們建設局 但是 一個隱憂 他只有修中線 修中線 從二十街到十七街 但是這個不是解決方法 一直發一直發一直灌 都五層樓高 我很擔心 因為這個中間 都修中線 也感謝市府團隊的配合 每年都有來做整理 但是我希望市政府有 這監委一定要很多 希望說編路監委來做那個 高空輸支 路市 因為我們 互數團體已經溝通好了 沒有什麼問題 所以感謝我們市府團 我們市長的努力 還有我們區長 對這一項 他都盡心盡力的幫忙 建設局局長 所以我在肯情 很久我做十四年來 我最唯一擔心的就是這個事情 謝謝 謝謝市府團隊 這五層樓高很高 都會影響那個住家 有時候 台風的話都會砸斷 那個 採光罩 還有行人 那個坐在那邊會受傷這樣 感謝市府團隊 謝謝貴里長 接下來是文林里長 好謝謝看到了 謝謝請發言 各位市長還有各位長官 大家上午好 我是何安里文林里長 這幾次 遇到市長見到市長 從那個十一會前的那個 環空屋 還有上一次我們後縣的萬壘 還有這一次的那個樂聚金獎 就看著市長坐著輪椅 住著拐杖 還是為市府這樣的拼命 請市長保重身體 這是文林很衷心的期待 因為里長路 市長路真的都是非常辛苦的 還有就是也謝謝那個市長 在這一次的那個友善共榮公園 我們河岸也有 還有我們的那個青海路 青海路我爭取了好幾年 因為他40米的路很寬 所以那個耗資很大 所以在我們乃倫議員的那個爭取下 謝謝市長還有建設局 給我們這麼漂亮亮麗的那個青海路 再者就是這一次最感謝的 除了剛剛市長說的那個公托 在我們河岸裡還加了一個親子館 謝謝這也是我們乃倫議員 為地方為何出征 請出那個很大的福利 這是感謝 還有就是大家說我們 你們有沒有覺得我們里長講的 就是行道術 我是覺得這種 愛術協會 護術團體 他們也真的都很偉大 可是每次我們要修剪術 都要在那裡拉聚 這是我覺得很辛苦的事 這個我覺得這一點真的是 術的修剪 我們當然是希望活得好 活得那個 我們也是有我們里長做這麼久 又是這種概念 所以這個行道術 我是覺得這個修剪 還是也是可以加諸一些我們里長的意見 還有剛剛我們文昌里長講的 因為我們周邊都有學校 我們學校在最近的那個修剪都在教育局 其實教育局的那個經費往往是不夠 幸虧我還有哪輪議員 幫忙在建設局這邊 多少幫忙那個爭取一點點 所以原則上 幸虧我們的那個行道術 還有市長最重要一點是說 因為我們市集 我們那個那裡是屬於市集的重劃區 我們很多那個樹都是種在水溝裡面 水溝裡面 那在前草的時候 他們就認定那是市人 市人的那個那個市人的樹 所以那個完全都不予以修剪 就好像在我們重慶路上還蠻多的 因為那個我希望是說 這個是不是我們的考量 再回歸到 我們回歸給我們的那個建設局 因為在前草 他是說水溝以內的 就屬於市人的那個那個那個路樹 所以要修剪要完全告自己 可是他們在早期重劃的時候 他們的那個路樹 像我們重慶路就有很多這種情形 請市長把這個列為那個 還有謝謝真的在這一年多的那個市伍團隊 真的也給我們和他很多的建設 我們區長也真的是盡心盡力 謝謝那個區裡和諧 謝謝大家 謝謝 對 因為我知道很多的 今天有很多的里長都有提到路樹問題 那這個路樹的修剪或移植 是因為里長可能都考慮到公安問題 那我們怎麼樣建立即制 待會一併答覆 接下來那個中華里長 然後接下來是那個文育里長 我把他排一下 然後在後面是那個 那個 資源里長 然後 資源里長完以後再 洞材里長 然後呢 已經排到第四個 這個中華里長完以後 文育里長 然後在這個 洞材里長 然後在張阿蜀里長 在余敬青里長 好不好 我們現在把這五位排下來 好 謝謝 請依序發言 好 接下來請這個中華里長 市長 副市長 各位局處首長 大家午安 大家好 今天剛剛聽了市長的報告 我覺得我們非常的開心 疫情之後 市長第一站到了西屯區 那剛剛區長在介紹西屯區 39個里 1060 人口數已經到達23萬人 所以呢 我覺得 在西屯區 在整個 區裡來說 他的人口數 已經逐漸在增長 那區長所帶領的 整個團隊 不管是 我們各科的課長 還有承辦人員 還有基層人員 我來講一下 我們的國際疫情 到今天 都是在這些 基層的小尖兵 努力之下 一度 一度 慢慢慢慢 渡過這些難關 那我感謝他們 為我們 所有里裡面 不管是疫情出現 需要 居家照護的這些人員 其實他們做得非常辛苦 我們在這裡代表市長 謝謝他們 再來就是 我覺得 市長在西屯區 做了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那我們在中台灣電影中心 還有綠美圖 還有我們的中央公園 聽說11月就要開幕了 這是一個非常非常地重大建設 我也看到市長還有所有的 各區處首長的團隊的努力 我們希望就是在這個中央公園的部分 他還有一些可以營造成為 國際大都市的更好的文宣 更好的宣傳 為什麼 因為你看美國的中央公園 是不是 留下來給所有世界上每個人百年的紀錄 我也希望我們台中 我身為台中人 我榮耀台中 所以我也希望市長 能給我們所有39個里 所有里長一個很大的機會 在開幕的時候 邀請所有的里長一起蒞臨 好不好 謝謝 謝謝市長 好 謝謝 那接下來是文玉里長 市長 在座與會的各位貴賓 請大家早 我是彭承禮 陳文玉 陳理長 非常肯定 市政府在市長的領導之下 到各地區召開這個行政市政會議 也讓我們能夠了解市政的一個運作 也讓基層的里長能夠有發言的機會 在這邊非常謝謝市政府 第二點在提出建言之前 我個人代表我們彭承禮 也謝謝市長的關心 我們里裡面的一個整條索 在市長的積極協調之下 請民政局跟國防部 就這個案子能夠做一個接洽 那也在今年的年初 達成一個協議 轉交市政府 然後我們可以充分的運作 那更謝謝吳局長 還有社會局彭局長 衛生局政局長 也多次歷臨我們整條索來會刊協調 提出建言怎麼做 那現在大概下個月我們就可以動工施作 有關於不管是公托或者是長照 或者是活動的東西這方面 感謝市政府 那我剛剛要講的 就是剛剛我們吳中華里長也曾經提到 我們中央經貿公園 經貿園區 這個目前很多方面的建設 我就不多贅述了 包括美術館這些什麼都不多贅述了 但是現在我們 因為我每天早上在那邊運動 會看到還有一些還有一些還沒有開發 還有閒置在那邊的 那我們希望我在四月份的時候也曾經有提出建議 就是說是不是能夠在那個地方 因為剛剛市長也有講了 草馬國民運動中心那是針對成年人的 那現在在西大敦公園也做一個兒童專屬 那我們想說在經貿園區裡面 就類似像花博開幕的那個地方 或者其他地方 能不能夠建置青少年的這種運動中心 包括溜冰 包括滑板 包括自行車 這些競技或者是運動這方面的 給他們做一個充分的一個利用 因為現在青少年畢竟多數比較不會朝外運動 都是在電腦網路的這個虛擬世界裡面 所以他們比較沒有那麼充分的休閒運動空間 那我們想說是不是 那當然我們知道市府 可能本於各個的執掌權責範圍空間 他們可能有一些沒有辦法 或者是有各有各的立場 但是我們能夠是不是能夠就一個 長遠紅光的一個眼光來看 就是說把這個青少年能夠讓他們活動 能夠讓他們利用 那一方面這些空間也能夠多方面的利用 不至於好像閒置在那邊 中央公園預定在十一月開幕 那我們現在每天早上我們看著晨熙 看著花園 心曠生怡 那晚上可以看夜景賞星光 這個看起來都是非常美的一個地方 我們也希望借這個機會 像十九號環保局就辦了一個國際無車日 那全台中市有八百多位市民來就中央公園做一個巡禮 也讓他們見識到中央公園的一個美 所以我們也希望就是說中央公園能夠再做多方面的一個規劃 在這邊謝謝各位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是洞財里長 廣府里 市長 各位局長 里長 大家好 我特別向我們市長的建議就是說 我們叫警察局盡早規劃 在我們這個工園裡 也就是公園裡找一個設定的地點 還設一個派出所 因為這個地方會展中心立美圖 要做交準站完成 還有一個中青樓到處都 這是一個警察很繁忙的這個業務 所以說我們財団所已經有風格的東西 所以說來找一個適當的地點 還有另外生入一個派出所 以上的建議 好 感謝 接下來是進清里長是不是 謝謝 謝謝 市長好 還有各局處的長官好 還有我們的最認真的區長 還有我們里長同仁大家好 這個我這件事情很簡單 拜託農業舉一下 我們那些都是農業 老鼠很多 很多的都去吃豬肉 我們大家里面都是說 每次都有播老鼠藥 這幾年都沒有 也不知道 因為我也把區長討過 還有環保局討過 清潔隊很認真的 也是去找幾十桌子來給我 就不夠了 幾十桌子是要做什麼 不夠用 拜託農業局 在邊那個老鼠藥 不然在我 拿到鳥漆吃了 大家都不必好吃 這樣就好了 市長拜託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接下來是進清里長林處理 謝謝 市長還有市府各級長官 各位里長 大家好 首先感謝我們市府團隊 和我們共産的用心 為了我們市場的付出 在這裡我這裡有一個建議 就是說 我林處理 有一個十三個港納骨塔 現在已經爆發了 已經沒有什麼好 希望我們市府這邊 可以重新規劃新的納骨塔 以便市民使用 因為這個人是一個非常擔心的負擔 市府的納骨塔 這個都當作要幾十萬 我們一般市民 會使用這個納骨塔 有一個負擔 這個負擔 有一個負擔 負擔 那些負擔 那些負擔 他就說我們市府跟我們同事 現在目前這個十三個港網 現在已經有金總 他在進清金總 要跟他 聽說是林家梁市長的時候 要跟他整個做公園 我請教公園 公園 容易去規劃公園適當嗎 對不對 有這個 目前這個十三公園 有時候要跟他翻條 要跟他做公園 聽說 就是 左邊有個財團 誰要在那邊做那個安良中心 所以說 希望我們市府 可以把這個十三公園 這個包留起來 重新規劃 納骨塔 好 謝謝 謝謝 好 來 那個 金正里長 高大哥 來 謝謝 市長 區長 還有我們市政府的各個客室的長官 以及我們里長同仁 媒體先生記者 大家早安 我是大福利里長高慶珍 第一次發言 感謝我大福利 因為是一個非常老舊的一個社區 那再加上呢 本身這邊有一個傳統市場 應該超過了五十年 那地籌人蜜 雖然老舊 但是在我們新市府團隊 以及我們區公所 陳局長的這個 帶領和努力之下 我們不管是在道路上面的滑風 以及我們排水側溝的重新試做 我想我們的市民都是有目共睹 也非常感謝我們市府團隊 以及我們公所的用心和努力 那唯獨這邊下面有兩點 要請市長和區長能夠來幫忙 第一點就是我們大福公園裡面 原先有三十八棵的掌葉平坡 那這個掌葉平坡呢 在每年的三到六月開花結果的時候 會發出如糞水般的惡臭 那這個大福公園本身是在大福利 唯一一個大家休憩活動的一個地點 那周遭的集合式住宅有四棟 那更何況還有另外的透天 所以說影響非常的巨大 那第二點就是 也是我因為大福利這邊有一個傳統的市場 老鼠非常的猖獗 那我想這邊要拜託我們環保局 是不是能夠在老鼠藥的方面 能夠增加給我們 因為現在每一年分配給我們大福利的這兩箱老鼠藥 那但是呢我到截至目前為止已經用之確鑿 所以說這邊是不是能夠請我們的師傅 能夠協助幫忙 以上報告謝謝 好 各位里長我們是不是留點時間 因為我不是那麼希望把問題帶回去研究 再來說 因為今天很難得二十九局處處長都來 所以如果能現場解決問題 大家不是更好嗎 因為大家 那但是我看到後面還有在 好 來那個豐陽里長 來 再請發言 所以大家我們是保留一點時間給大家發言 然後後面是金通體長 好 謝謝 我們最認真的指定和我們的團隊 我們最美的區長 為代理都要每天這樣 透風落後為到西藤這麼認真 也感謝他們為我們西藤的付出 在這裡有幾項要請我們各局處理幫忙一下 經費也不會很多 第一個東興路 三段從台灣大道跟大龍路長葉平撲真的非常臭 我也曾經有10個均勢 那整個撐到 它會掉下來 很臭 而且這個部分 是不是可以幫我們把這個 不是把它砍掉 就是把它移植看移到哪裡去 第一個 第二個我們東興路 從台灣大道跟大龍路的 路面 現在哪是有蓋幫 蓋幫你知道嗎 一台這樣補一台一台 凹凸不平 這會影響機車行人 因為有人擲桌過 撞到褲子 所以這個部分 也請我們交通局這邊 是不是辦個會看來幫我們看一下 再來就是我們河南裡的下水道 從七年前 我記得是還沒當里長之前 做到現在 現在都沒時間沒時間 關心一下 再來就是 學校 學校附近如果沒有人型專用道的時候 這個部分是不是可以來設 像我們東興國小 下課就會人車 人車 學生家長跟學生 都會跟這個車爭到 是不是像學校附近 沒有人型道的可以來增設 這也是一個給行人一個善行的空間 這樣也會對家長學生會比較安全 再來一個 是不是請我們事務推動走路靠左邊 因為我已經講了30年 為什麼靠左邊 被搶被砍被撞 全部都是靠右邊 因為如果我們推動走路靠左邊 你在走路的時候 車子 你跟車子 對 對沖的時候 大家都會注意 這樣可能會減少一些 那個公共危險的部分 這個因為 沒問題 因為我們走路 到現在走超過30年以上 我們走路都不走右邊 因為太危險 我曾經被撞到 之後我們就不敢走 走路靠右邊 這個只是說 今天剛好 我們優秀的事務團隊 也來這邊 做我們一個行動會議 有機會 不然我們要說這個 其實都沒有什麼機會 我到學校去找我 老師跟我說 我頭部 是不是有問題 走路怎麼靠左邊 我說 現在所有的車禍都不是 車子從後面撞人嗎 我們這個 是不是可以來推動這個 那在這邊 我們也是很 今天看到一個非常棒的 就是我們這一個 坐車 因為你全台灣唯一只有 台中市 是一個最好 居住的地方以外 就是我們的一個坐公車 從8公里到10公里 免費 全台灣就像台中而已 可是你知道嗎 台中外勞 聽說四五十人 這個外勞也是要收錢 對 以外來 我們還是要收 但是在學生 這個六歲以下 都不用錢 十二歲以下 這個部分會有 有半價卡 這個相信 對 學生也會很好 所以這個 收錢 非台中市民收錢 我們是非常贊同 這個是好事 太棒了 我們是不是給 市府團隊拍個手 不然大家都坐得 好像 腳踩踩踩踩踩 所以這個也是很棒 非常棒 再來就有一點建議 是不是我們六十五歲的 這個愛心卡 做計程車 是不是全部來付費 這個部分 因為現在是五十塊 因為既然我們有一個大車隊 這個上車可以刷卡 因為其實六十五歲 其實坐車還好 我們河南裡 像做這種做車的 我都鼓勵他做計程車 你不要去做公車 雖然現在公車上面你可以放輪 可是還是比較不方便 所以這一個 我相信這個政策 如果 做計程車 我們可以用愛心卡的話 我們台灣 我們台中市六十五歲 這麼多人 我告訴你大家 做倫理都爬起來 把我們打破 把我們市府打破 這個是一個非常棒的 這個提案的建議 謝謝 這次市長 身體要保重 我們寶雲區長也是 不要糟糕 這樣 愛照顧 謝謝 好 謝謝楓洋里長 接下來我們 金通里長 來福聯理 市長 副市長 市府各級長官 還有我們里長同仁 大家好 這邊建議市長 西輪區 是我現在我們的市政中心 但是火化場 建議市長可以遷移 因為火化場 在我們這個 住宅區旁邊 實在是非常的不適當 大家都來 訪我們福聯理 你訪問 你知道 那個噪音 頂頭聲音 實在讓我們 非常的困擾 這樣子 然後還有一點 如果說火化場 沒辦法遷移 建議市長 我們的回饋金 是不是可以多一點 因為據我所知 我們東海火化場 跟那個 我們的里里面 我們福聯理 回饋金 一年才三十萬 跟大甲火化場 比起來 我們才他的五分之一 更不用跟 我們的焚化炉來比 他們是好幾千萬 所以說 建議市長 第一 千里火化場 第二 回饋金多一點 謝謝 好 請問我們在場還有嗎 好 各位里長 我們一共有十五個里長 那這個陸續的發言 那有的人提 很多這樣 那這樣子 因為時間有限 我們必須在十一點半左右完成這個會議 所以呢 我請各位局處首長 把握時間 能解決 能答覆的 今天先處理 不行的話 就帶回去研究 再回報 好 那現在開始哪位局處首長 好 來 來 水利局 范局長 好 謝謝市長 各位里長大家好 那污水下水道很高興 大家這麼重視 那以前都是 希望不要去接你們家 那現在大家都希望快一點接 但是我跟各位報告 因為 我們台中污水下水道在西屯 有大部分是屬於污日系統 那十幾年前開始接 是因為福田系統 他還有餘域可以來處理這個污水 所以 簡單的講 西屯區從文新路 我們在規劃中 文新路以西 整個應該 原本在內政部營建署規劃 是要到污日系統 那福田因為 當時有餘域 所以 把這個 本來到污日系統的 先 由福田污水廠來處理 那未來 污日系統 建好 污日污水站 就是水資源處理中心 建好之後 其實他全部要到這個 污日系統 所以 當時 有先建了一部分 那各位 里長關心的 還沒有建的部分 我們也會 積極來跟營建署爭取經費 那我有問過科長 明年開始要做設計 那 設計完之後 我們就會開始 假設 福田系統還有餘域空間的話 我們就會來 先接到福田 這個 我們 這樣跟各位報告 那另外 這個成都路的回堵 我們了解 是因為 有一些 可能是裝潢等等的原因 把這些石塊 還有一些 這個碎片 流到污水系統裡面去 那被篩住了 所以六七月間 有接到這個通報 我們有趕快去處理 那以後如果有發現 請 隨時跟水利局來接洽 那 我們整個污水系統 大樓的部分 不會漏掉 大樓部分可能大家 比較不了解 就是說 我們在接污水的時候 污水系統比較好接 另外一個部分是化糞池 因為化糞池在各位大樓裡面 可能都在地下室 所以沒有辦法 有些大樓要經過管委會 同意之後 才願意來打廚 所以這一部分 可能就分兩階段 廚房等等的污水 我們會直接接走 那 化糞池經過管委會同意 那市政府會來補助 然後再做第二階段的 這個 把化糞池打除 然後把這個 其他的部分把它接完 這個是 可能各位會發現說 大樓有施工兩次 那我們污水在台中 已經從107年 處理率在六都 從第五名 然後到108年第四名 到今年已經到第三名 那我們會 儘速加速來執行 那整個污水的經費 其實中央負責的92% 市政府配合款8% 所以大部分都中央 來執行 那昨天 這個國民黨立委 也應市長之邀 來台中關心 我們會把這個經費 反映給這些立委 希望在中央多多 來幫我們爭取經費 以上報告 好 這部分我再補充細一點 可是如果個別里長 那有的是大樓已經協調OK 因為要進去做的社管委會 會有意見 就像那個儀術 我們要移啊 有個互術團體的運 那大家都是公民 誰比較大 那所以如果說已經接洽OK的 比較順的 那就是優先私底下跟我們講 那我們會優先施做 因為總是會排順序嘛 有的比較沒有爭議的 阿吉公他一定得到同意 那我們可以透過區公所 來做一個反應 好 接下來哪個局處首長 哪個局處會首長要 好 建設局陳大田局長 市長還有各位里長 因為我這邊算是最大鐘 我盡量掌握時間 盡快來跟大家做一個報告 那首先是我們會來理料里長 有提到關心我們這個夏綠地 這個樹木的部分 那夏綠地跟我們福慧園公園 目前是大家最喜歡去的地方 那不管從早上一直到假日 其實有人如知 所以這上面的樹木也是我們 地位最重要的地方 所以在這個早期黑板樹 已經在四周的人行道 已經成林 所以我們當是首先 先把整個的七地先都把它改善 當然它很快的一些人行部分 其實又造成困擾 所以這個部分 我們幾個步驟 從了人行道的改善 到整個的一個思考之下 我們現在已經啟動專案 那我們會從太密集的部分 也許用跳展的方式 我想先前跟料理長大概有溝通 那我們現在也透過景觀職災委員會 那我們中間來協調對台中市景觀最好的方式 那這個先前跟科博館 我們的專家我們也討論過 我想這個我們專案在處理當中 那剛剛也有提到這個委員會 那這個部分我上來之後 事實上中間的人員的挑選 我們也是把它做適度的改組 因為我們必須兼具景觀 也能幫我們去守護 但是它也不能夠不食人間煙火 所以這個部分我們會充分掌握 那適地適宜 還有周遭的環境的和諧之下 那不適宜的樹種 我們會優先來研究來處理 那第二個呢是在這個文昌里長 那有提到這個學校推出的地的部分 那因為在我們市府各機關的一個 橫向分工跟行政規定 屬於各機關的所有自己土地裡面 是由各機關自己來全處 不過這個部分我也請大家不要擔心 因為比較矮的比較好照顧的 我想交易局他們部分他們會處理好 那我們跟楊局長也都協調好了 有些比較巨大的或需要輸資 或其他特別照顧的建設局 一定馬上加入行列 這個部分我們是有協調分工 那至於說晚清里長 有提到福興公園這個部分 很感謝你多方的關心 那中間因為常常有遊民 還有一些去那邊活動人口 我們也多次的聯合 一起來進行勸導跟取締 也非常感謝警察局一起來協同 還有環保局 那這個部分有關相關的治安 跟後續的部分 我們會結合相關的單位 我們一起來做處理 那閨於里長提到的大榮東西街 我也非常感謝 這個是長期以前幾十年之痛 那這個部分也難得到現在 外界對我們讚譽有加 對市府團隊 處理大榮東西街 那能夠取得所有樹木的維護 跟這個垂榮中間的保護 還有我們居家的安全 那剛剛擔心的這個 會不會過高 會不會高空修剪輸資 但是我在這個地方請不要擔心 這個我們 我已經指示 而且每年又列為這個部分是重點 那防災的修剪在我們每年裡面 都是包括市長也有指示 這個都我們會提早作業來進行 那這個也獲得到許多外界 包括前一陣子在護門的團體裡面 還特別請台中市政府來說明 為什麼這個地方會取得這樣的和諧 而且維護得這麼好 那至於說在中華里長還有文經里長 很感謝對我們中央公園這樣的關心 那我們在12月6號會正式的舉行 開園的一個盛大儀式 那這個市長也有指示下來 包括我們各機關也動員 我們非常以溫馨 那很這個特殊的這樣的一個狀況 那氛圍我們來啟動 那當然這個占地67公頃大的一個大公園 的確是我們台中都市之廢 也是我們西屯區域之寶 那我想很多的里長 我們一起都到這個地方去看過 去走過他的步道 跑過他的步道 也去欣賞過他的這個協廠橋的投影 我們的抹茶壺等等 那我們在許多的這些地盤 你注意到的最近很多的植栽花卉 最近都開始在鋪陳裝修 在整個種植在那個地方 那我想在秋涼氣候舒爽的時候 到時候我們會有一個非常豐富 這樣的一個饗宴 那陸續的在這個期間 我們有召開許多的論壇 還有很多的行銷 最近大家都會看得到 那再麻煩我們所有的里長們 一起來 來推播 那我們到時候一定會邀請大家 來共襄盛舉 這部分也會請區公所一起來協力 那最後 在大福里還有我們 提到的這個大福公園 還有我們東興路的這個掌葉品撥部分 這個回去我也會交代 我們現地再來整個做一個勘查 那因為它重在的是在道路上 也不是在人行道邊 所以在它的一個特性上 我們會在妥勝來處理 剛剛有提到東興路三段這個部分 我們隨後會勘查 那市長非常重視我們道路的平整 所以我們都把它提升到所謂的燙平這樣的一個程度 我們希望做得平整 而且它將來要永續能夠行得久 那有一些部分我們會加強來巡檢 這個部分我回去我們會加強來處理 以上做說明 這樣子 我可不可以再建議一下 因為今天有好多里長 西屯區是很適合居住地方 柱子很多 但是因為早期中柱子有的黑白樹 有的掌葉平薄 那都是後來衍生比較多問題的樹 那第二個也有很多修剪的問題 那修剪的話 就可能跟有一些公民團體會衝突 那我不認為這種衝突不能夠解決 所以我可不可以建議建設局 當然我們任何的樹 因為這個樹是我們台中企業租散 那是全民共有 全市民共有 所以你要頂張 不是說你要頂張 要頂張得比較簡單就好 要經過審議 那這是多年以來的一個制度 那我可不可以拜託建設局研究看看 那因為今天有很多的提案 譬如說機關 禮辦公室 或是什麼樣的社團 它可能都會有 就是要移植這些樹 或是有一些特殊修剪的一些要求 那我可不可以拜託建設局去研究一個機制 也許現在就有 就是練習 現在雖然他們可以提案機關可以練習 他不是委員 可是我們基本上很多的這個提案者 他並不知道哪會什麼時候要開 他什麼時候可以來練習 所以我可不可以倒過來拜託建設局 那如果說有提案機關 譬如說某個禮辦公室 他提我這個掌頁品薄 還是黑板樹 我要刷 還是要做什麼 還是要修剪還是怎麼樣 那如果這樣的話 那建設局麻煩主動通知他們練習 那也許委員 有的委員 他雖然他具有專業 那他也是詮釋 這個樹木的一個審議委員 因為他要告全期的期望 那也因此他至少在現場可以聽到提案機關 或是代表人 他的意見 到底造成什麼樣的惡臭 那生活多痛苦 還是說他可能會造成公安的危險 那我相信經過這樣溝通以後 那也許很多的委員 他對於當地的一個特殊性 會有比較多的理解 所以我就拜託這個建設局 那召開這種審議 要去審的時候 一定要通知當地的 主動倒過來 通知當地的提案機關 建議機關的這個代表人 讓他可以練習到現場說明 這樣好不好 那這樣的話 因為每個個案 我們沒辦法在這邊統一講 你這製作品要怎麼刷 而且我們沒辦法 但是他有一個委員會 這麼多年政府都有一個委員會 那我們可以請大家來列寫 這是第一個 第二個當然 也有一些數 剛才講 交易局跟建設局 到底是怎麼樣 有的那個劃分 並不是總是會有灰色地帶 里跟里中間都會有這樣的問題 那有的是重災高中 到底算市政府的 還是算蘇林的 那個都會有爭議 然後我就拜託區公所辛苦一點 因為每個里去找29個機關 也很麻煩 那拜託那個我們的區公所 尤其寶雲區長 是非常有經驗的區長 他就是很有經驗很優秀 所以才來第二大區 第一大區是北屯 第二大區就是西屯來當區長 所以拜託區公所成為有效 你就會去判斷 這件事可能找兩個局 你一定要去找兩局很麻煩 那可不可以就是拜託區公所 來說明一下這個東西一定要 那我想建設局會 建設局如果是那種 教育局沒辦法處理 他會主動接受 你放心 我們自己會內部有這樣的機制 那但是我們要知道事情 所以就拜託區公所 也幫這些里長多多幫忙 那以上是我兩點補充 接下來哪個局處要再說明 你好 警察局楊局長 警察局報告 剛剛有兩位里長的建議 跟警察局有關 第一位是我們風家裡 料里長有反映到公園裡面 這個有人賭博 甚至於吸毒的狀況 以及增設監視器 我想有關公園裡面 如果說有劇毒或者吸毒的狀況 我們第一個我們請匣區分局 來加強巡邏來取締茶器 那另外是不是需要來增設監視器 我想我們請匣區分局 來做現地的會刊 再做評估 這部分我們也會請分局 跟里長這邊來聯繫 那另外 港委裡吳里長有建議在 我們六分區在增設派出所 我想六分區匣區因為在西屯 事實上情侶非常繁重 但是以目前來講 也是我們謹力配置最多的分局 至於是不是能夠再符合 偵測派出所 這部分也涉及到警政署 對偵測派出所相關條件的規定 那這部分我們也會請分局 這邊來做一個審慎的評估 再來回覆里長 以上報告 好 謝謝 該會開的會開 該評估的評估 謝謝 接下來這個農業局蔡局長 剛剛有位理長 還關心這個老鼠的問題 因為現在全國都是已經不再 花放這個老鼠藥了 因為它會有生態的一個影響 那很多出老鼠的 像老鷹很多蛇類 像我們的鼠虎 他也都出老鼠的 你說把毒鼠的話 會傷害到那些其他動物 所以現在不鼓勵用老鼠 我們現在是可以來通過拘捕手 來提供這個捕樹籠 用捕抓的 捕樹籠來協助來捕抓 這個方式 我想悟空他們用黑吃菸一個鳥 去吃老鼠 到田裡面吃老鼠 當然這個方法有很多種 我們來跟公所這邊來 來配偶看怎麼樣來處理這個問題 好 謝謝 那就麻煩蔡局長特別幫忙一下 因為一個是張阿鼠里長 另外一個有老鼠問題的 還有一個是 高新增里長的市場也有 那當然中央政府現在 不准我們發老鼠藥 但是還是要解決 那叫里長去解決 他不是農業專家 所以我可不可以拜託農業局派專人 協助高里長跟張阿鼠里長 一個是市場的老鼠 一個是道德的老鼠 看要該該該該 拜託農業局派專人 配合那個里長跟求官要處理 不然他們不是這方面的專家 接下來哪個局 交通局業局長 有四點 剛才提到里長大概提到四點 那我就依序回應一下 那剛才是惠萊里的料理長 當然有提了兩點 那一點是在我們提案單上面 那針對這個惠萊路上面 靠新邦三月車的計程車排班區的問題 那昨天後來也找了這個工會等等 大家會看喔 我們大概會先把計程車的這個排班長度 從目前三十六公尺先降低成二十五公尺 那工會那邊也目前也可以來協助 那主要他們也反映說 但這樣子的操作會讓我們未來會來路到台灣大道前面 左轉右轉的空間稍微再長一點 那可能會有助於這個假日人潮量多的時候 的一些書寫效果 不過但計程車也排也在反映說 可能在會來路出到台灣大道的這個 這個號次等秒數的問題喔 這個部分我也請同仁在週末的時候 再觀察一下 看是不是有空間再調一部分 那這是針對廖里長第一個提案 那第二個提案主要針對市政北七路 那里長也提到說 因為行人都已經自由穿越這個市政北七路了 那里長建議說是不是人打缺口 那當然這個打缺口之後 他事實上當然有好有壞喔 事實上我是不是里長這部分喔 就我也親自跟里長來辦個會堪 看怎麼來處理這個部分的相關的打缺口的問題 然後甚至未來如果有機會打缺口 要打在哪個地方會比較適合一點喔 這部分可能後續我再來親自參與會 看來跟大家確認一下 那另外剛才有里長提到 彭里長提到主要禁老愛心卡 能不能用在雙十公車喔 一定是可以 因為禁老愛心卡基本上在目前的政策上面 今年二十五號雙十公車上線之後 持禁老愛心卡的我們的長者 一樣可以持該張卡搭公車這都沒有問題 那當然明年度事實上這個新的政策上線之後 剛才也報告中跟大家說明過 禁老愛心卡的長者不需要 不用再到任何一個綁卡地點去 那張卡我們自然會從後端的系統直接去做勾擊 所以長者直接就可以明年度還是一樣 持著該張禁老愛心卡去搭公車 全力都不會受到影響 那這個部分再做個報告 那第三個剛才有里長提到主要 應該是我這沒有記到哪一個里 是楓陽里長的樣子 他主要提到是因為沒有人行道的地方 那怎麼樣子讓行人的穿越可以更加安全喔 那這個在路側端我們有一種叫做標線型的人行道 就是零路側的地方 我們大概可能畫50到80公分的一個綠廊帶 那不過這個部分可能需要做一個會刊 看這個那一段的這個居民或大陸的這個共識 那這部分交通局可以來協助 那也許會後我在信這個交通局同仁 在跟里長這邊來做聯繫 那以上補充報告 好再次強調 雙十公車已經上路了 今年一月份 所以現在各位好朋友 我們台中市民 你只要超過十公里都只要十塊錢 都只要十塊錢 只是我們這項政策到明年底 明年初我們開始對外界 是外國人就要限制了 因為這個東西我們現在超過十公里 我們要補貼給公車業者 大家坐十塊年 村的吉祥府 那過去我們幫了外界 是外國人付很多 我們明年開始要調整成 就是只幫市民付 那也因此呢 那大家兩個最大的族群 一個學校的小朋友 學校的學生 我們就在校園裡面把他的卡搞定 就不用擠到居公所 第二個是老人 六十五歲老人 他本來就進了二星卡 因為他手上已經有了 我們交通局直接在後面的電腦 直接幫他改好 所以他自己 所以這部分也是最大的族群 所以剩下的就是一般市民 一般市民也不見得每個人會來認定卡 為什麼 有的人就不坐公車啊 會坐公車的人 他就來把他的卡來認定一下 這樣好不好 所以大家清楚跟長輩們講 他們的卡我們都解決了沒有問題 他就是超過十公里最多十塊錢 有的甚至也免費 因為他六十五歲以上 他就可以用他 那個一千塊的來處理 所以他也免費 所以這部分大家就不要擔心 不要擔心 好 那接下來是哪個局處會 而民政局謝謝 民政局報告 剛才有兩位里長有提到 有關於殯葬業務的 第一個是 十三公墓要在增設納谷塔的問題 與里長提的 那現在是這樣 我們台中市有三十五個納谷塔 其中在四區圓八區只有四座 而且全部在西屯都在十三公墓 就是十三公墓那四支納谷塔 所以呢其實這個 對市區的人來講 如果有長輩走了 都是大概都移到縣區 那三十幾個納谷塔 那所以呢市長已經有指示 我們在北屯有規劃了要蓋 那西屯這部分 黃新會議員有在議會裡頭建議過 那這個我們會再來評估看看 至於林嘉隆市長那時候 把這個本來的這個山坡地 把它變成公園這部分 沒關係這個我們也都可以來檢討 那來看看是不是 北屯也需要納谷塔 也已經有做了 那西屯的部分 我們是不是也需要 那我們 這個我們會來會後再來 再來評估會來加速進行 那至於馮里長 反應的那個回饋金的問題 我要稍微講一下 我們東海火葬場 要簽可能會有一點麻煩 因為要簽到哪裡才是問題 那目前他回饋十個里 包括我們西屯八個里 龍井兩個里 那當然 那雖然 雖然馮里長是人家的兩倍 但是也是只有三十幾萬 因為我們 因為我們這個回饋金是 東海火葬場收的三趴 拿出來分給十個里 其實是十一啦 因為那個馮里長那一里 福田里他是收兩倍 他是給兩倍 但是給兩倍只有三十萬 你看很少 很少的原因是在過去的市長 一直到我們盧市長 都堅持我們市民火化我們不收錢 那如果外縣市的來燒 我們是收一萬塊 所以 東海火葬場就靠這個 燒外縣市的大體 然後 冰櫃 然後還有那個禮堂禮廳 這樣收錢 所以其實收的不多 但是沒關係 那這個三趴可不可以調整 因為最近 我們在議會 要送這個自治條例 就是那個回饋條例 這個部分我們再來請示一下 我們府內 尤其我旁邊這位財神爺 我來問看能不能假掛嗎 但是這個市府有一套法制作業 看如果可以的話 我們再來這個增加 以上報告 接下來是哪個局處 那個 不好意思 先從這邊運動局 然後接下來都發局 運動局里局長 好 謝謝市長 各所長各里長 大家好 運動局就兩點報告 剛剛有里長特別關心到 運動的部分 草馬國務委會 積極來加強他的營運管理 那有關係 大墩這個部分的兒童運動中心 我們加速 就裡面的空間規劃 來適合我們的小朋友 生理心理成長過程 要發育的運動 我們會納入裡面來做設計 那剛剛里長特別提到 在經貿園區裡面 舉辦相關活動 甚至場地的部分 剛剛有馬上跟 我們金發局的局長 來做一個請教 未來可能透過一個招商的方式 我們來做處理 那有關活動面 也跟里長做個報告 市長上任之後 台中的運動 籃球 排球 棒球 足球 等等大小活動 很多都願意到台中 我們也願意把這樣的場地提供出來 跟想要到台中舉辦活動 或者是運動局市府內部 想要主辦的活動 當作一個場域 到時候會邀請里長 一起來跟我們指導 謝謝 好 接下來這個都市發展局 黃文斌 黃里長 黃局長 市長 跟各位里長 大家早安 我都發局有報告 有關於那個中議里長提到說 中青交流道入口意向的問題 那這個部分是由都發局 來做一個規劃設計的 那之前有討論到這個意向的部分 想要拆除 那議會有一些意見 那我們後來請的余敦前老師 做了花鳥雲雨的一個意向的改善 那這個部分也做了一些美化 那我想是不是找個時間 我跟中藝里長 我們去現場勘察一下 看那個地方的情形 包括那些變電場所 還有植栽的部分 我們再來做一個評估 那另外一個部分是有關於 東青國小的這個入口意向 跟這個城鄉風貌的部分 也是都發局在做一個規劃 那包括把圍牆降低 綠米化的部分 那如果說在附近的 通學的步道 我們可以用我們修物科的齊樓整屏 跟通學狀案 那我們這個部分 再列為我們的評估的一個項目 以上突發局的報告 接下來哪個局處會 都報告完了嗎 好 那這樣子 來各位局處 各位局處會首長 還有我們各位這個議員代表 以及各位理長 那因為我們會議原來預定 就是十一點半要舉行結束 因為後面還有行程 那我都在西屯不要擔心 所以現在沒有發言完的 我們待會留在現場 或者我待會到西屯其他地方的時候 都還可以談 不要擔心這些第一點 第二點 好好好 第二點 就是 今天有的就是未盡答覆 各位理長聽了 覺得說還不夠清楚 不夠滿意或幹嘛 沒有問題 那今天都有正式的會議記錄 還可以找那些局長再談 沒有問題 透過保雲區長 那另外我們的吳世維 吳局長 民政局也是我們的聯絡局 那負責各局處的聯絡局 所以民政系統就是可以 跟各個局處再去對話 沒有問題 那因為我自己當過二十多年的民意代表 我對民意極為重視 解決問題不是只要做大建設 小到老鼠要 小到一棵樹要怎麼遷移 都是我們要協助各位民意代表去解決的 所以為什麼你們平常去找二十九局處 有時候他們自己機關 有時候他們自己機關忙得不得了 他機關的同仁要找他自己的局長 連我市長都要找到 他們就很忙 所以我們通通拉來 通通拉來 大家有一個對話的基礎 那大家知道主要的個理的問題在哪裡 然後初步去解決 不行再努力再協調再解決 那總而言之我們就是要讓基層的民意 那能夠他有問題可以去表現出來 然後大家一起來解決 這就是我們開行動市政會議 那最後幾個事情市長親自再補充 第一個我們全台灣最大的都市公園 就是中央公園 我們十二月六號要開幕 我上任很重要一個工作 不可以開工的要給他開工 譬如說大制度不可以開工要開工 市政路我們一定會開工 延伸公園也會開工 不可以開工我們要開工 不可以玩工我們要給玩工 譬如說像這個捷運綠線 譬如中央公園做那麼久 我們就是要給他玩工 所以已經確定了 就是十二月六號市政公 這個中央公園會開幕 這個公園大到什麼程度 我們常常說台北大安公園好大 我們的中央公園是大安公園的2.7倍 是全台灣都市裡面高山國家公園 是都市裡面全台灣最大的室內公園 那所以我們十二月六號會舉行開幕典禮 那所以歡迎大家參加 但是因為這是市民公園 大家一律平等 所以我們整個邀請沒有貴賓 不會說隔長坐比較大 市長坐比較大坐就沒有 大家一視同仁 全台中市民都可以平等來參加這 那我們會辦好看的活動 接著開始裡面會有很多初步做完了 但是接下來會有些細膩的建設 比如說裡面哪些地方要再加強建設 還會繼續盤點 大家放心 所以未來這個整個市貿 經貿中心中央公園 綠美圖巨蛋 這個中央 中台灣電影中心 國際會展通通在這個地方 那我們再加上各種運動的設施 裡面的各種商場 下個月還是這個月 遠東還是艾滿要來開幕 艾滿 所以裡面未來會是台中的 台上台北的信義計畫區 非常棒最好的區域 第一個跟大家報告 12月6號開幕 第二個 我們這個為了加強 因為這個現在開始疫情比較穩定解封 可以辦活動 所以我們的官呂局 在9月26號下午4點鐘到晚上9點鐘 我們要在市府廣場前 我們要辦大型的藝文活動 大家知道大朋友小朋友最喜歡指風車 所以指風車9月26號會來市府廣場前 從傍晚到晚上有大型演出 所以請大家通知我們的里民市民一起來觀賞 這裡面還有觀光市集 還有街頭藝人展演 還有瓜瓜樂抽獎 十萬大獎等你拿 所以指風車要來9月26號 就是這個月底跟大家報告 謝謝你 謝謝 第三件事情要跟大家報告 最近有在謠傳說 老人憑報可以領錢 那跟大家再澄清一下 從去年七月我們上任以來 去年七月份我們就追加 預算大概七八億 一年要十幾億 那恢復老人健保補助 為了避免長輩們周車勞頓 所以我們直接繳掉 譬如說你里內 譬如說鮭魚里內 有多少老人是符合資格 我們就直接繳給健保局 譬如說中益里長 每個里長都是 為了避免你 每個月發健保費給他 然後他又去打 麻煩 所以台中市有將近三十萬的老人 大概有八成左右 是符合資格 因為有兩成是比較有錢的 那我們就沒有必要補助 那所以將近八成的老人 絕大多數通通有補助 那所以直接我們從去年七月開始 就已經編列預算 恢復老人健保 直接繳掉 直接繳掉 所以你看現在 你問老人 大部分 他們都說他不用繳錢 他給補免繳錢 不是他不用繳錢 企健庫會退一條 被避免退一條 所以請大家說說 不是不用再來領錢 直接已經替他繳掉了 好不好 那這個人數每年還在增加中 因為台中市好生活 長者越來越多 每年超過六十五歲上的都會有 那只要時間到的 我們就會來辦理 那所以個理會有很多的長者 符合大概有八成左右 這是第三件事情 不用領現金 我們直接給補免繳掉 他不用繳錢就給補 最後一點是跟大家報告一個好消息 我們最近結算 因為我們知道 我們我上任以來 碰到最大的問題就是空污 尤其從海岸從龍井 大渡一直到西屯 南屯 空污非常的嚴重 所以大家對我的期待 就是空污要努力的去解決 所以我們都會透過科學數字的方法 追蹤空污改善空污 那跟大家報告 所以每段時間我們就要結算數字 那中央因環保署 在台中市都有建置這個空污監視器 不是我們自己歐落好 跟大家報告 根據環保局 那他所最近 就是每一段時間他就要結算一下 我們今年一到六月份的那個PM2.5 是歷年來同一個時段一到六月 歷年一到六月份最好的 PM2.5我們已經降到18為克 是這麼多年來 一到六月最好 可是現在已經九月份 所以我們再到再拉到八月份 八月份數字也出來 八月份我們的這個空污改善的狀況 也比例年的八月份要好 都比例年的八月份要好 大概只有十點幾為克 那麼也因此跟大家報告 這個很難得 因為九月份開始就進入空污季 就開始冬天台灣西海岸通通有空污季 所以每年到了冬天我們就開始緊張 現在已經開始進入空污季 可是大家看今天 因為我們這樣的長期一直努力去盯 污染的要去把它消滅 然後開始用電動車 那各種的節能減碳的措施 所以今天AQI就是空氣品質 西屯區佔只有三十七八是良好 過去到九月八九 那都開心得不少少 所以我們當然沒有辦法一步到位 完全就是非常 但是我們會努力 那我就透過這個數字 跟大家報告 就是我們今年又比去年進步 去年又比前年進步 一年一年的再進步 我們就會持之以恆 那尤其西屯區是好地方 人口特別多 第二大區又在海線 從龍井大渡一直到西屯這邊來 那也因此大家特別關心空氣品質 那所以除了地價稅要降價 下個月收到稅單以外 空氣品質的狀況 我也親自跟大家報告 好不好 好 那因為我們今天已經到了11點50分了 感謝我們所有的這個與會人員 今天花了一上午的時間 來召開市政會議 那我們如果還有這個未完善地方 我們可以繼續討論 或未來繼續接洽 那我們今天的市政會議到這個地方結束 感謝大家的參加 也祝大家萬事如意 感謝謝謝散會